他也要搞國民教育, 搞得一堆東西 看一看人家, 看甚麼人要搞 你不是說, 不如人人都做特首 不如人人都做特首, 不如人人都做特首 你不是說, 你要厲害才行, 最少你有能力才行 叫他做教育的, 你要有能力才行 你沒有能力, 一鑊鵬, 一定搞不到 要知道我和毓民有擦出火花 請收看毓民回客室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 這一節就要講給老闆聽 因為他是常客, 這次是講的士加價的 昨天也是大新聞, 昨天也很多人討論這件事 多個場合唱舉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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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毛選 大家, 不用分打魔勢, 大家都去泛民 今天蘋果報他, 放A3 但是, 三包煙都不夠, 都不知道寫了有沒有200字 我覺得真的可憐, 那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有說, 說的士可能會加價 那就要看, 是不是要過立法會去看? 是的, 還是過了? 你也不是預料他會不加的 是的, 那就 因為, 就是這樣的, 行政會議 昨天就說了, 就說, 他們下了一個命令 批准市區新界和大嶼山的的士 就是調整收費, 就是加價的意思 那現在呢, 那個狀況就會是 加價呢, 落期就會加兩元 落期之後呢, 跳錶的收費呢 每條就加一毫子, 這樣 落期之後呢, 後段的收費呢 就是過了某個里數之後呢 那個收費就會增加兩毫子 是, 起錶加了多少 起錶加兩元 紅的, 全部嗎 全部, 唯一加兩元 唯一, 是的 哇, 那新界的的就加得特別多 如果是這樣說, 是的, 按比例是 嘩, 搞錯啊, 不搭新界的的了 不, 不搭大嶼山的士了 那另外, 但跳錶我也覺得特別的 因為, 因為一向是短加長減的 即是, 如果你短途呢, 每一次跳錶就貴一些 但長途呢, 每一跳呢, 就跳得便宜些 即是, 如果以紅的來說呢 就是一百元打後呢, 一元一錶 一元一夜的 八十元後 八十元後, 一元一夜的 那小弟呢, 如果搭長途的呢 我覺得, 去到一元一錶呢 都, 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啊 這個是, 坦白, 我自己的個人感官 那樣, 但現在就都加價了 那, 但反而短, 沒加得那麼多 短途, 講紅的啦, 大家主要都是答紅的多了 我相信 那現在, 紅的來到說呢 那起錶呢, 原本二十二, 加到變二十四 這樣呢, 跳錶來到說呢 頭二至九公里呢, 就是那個短途呢 就由過六呢, 就加到變過七 嗯 那長途呢, 就是九公里打後呢 就由一元, 加到變過二 是, 這樣 那這個就是紅的狀況啦 那平均的加幅呢, 就去到九點九八個巴仙 就是平均的加幅是去到一成的 嘩, 其實是不是很貴呢, 我不知道 都, 調戲不相信啦 調戲不相信 因為你實際搭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都不是計較那幾元的 但問題是你覺得 嘩, 小到怕長計啊, 大哥 就一成的, 大哥 尤其是如果你搭得多呢 譬如我們早上回來都要搭的話 就是我現在大概 每個月大概搭千松元左右 的士回來 那就是我每個月會搭多九幾元的士 這樣做 嘩, 這樣真的 這樣, 算起來真的不是一個細數 還有, 有這麼說 你們加薪沒有加那麼多 的士上次加價是多少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我不知道你們2013年打後 有沒有加過薪 但是, 起碼就是今年加薪 都沒有加那麼多 的士就加那麼多 我不知道大家感官上會不會很貴 當然他三年沒有加過薪 因為, 先減淨一點 的士什麼時候會一元一跳呢 就是78元之後 78元一跳 是的 就是這樣 那就加價吧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自從什麼時候我開始搭的士 其實自從20元加到22元 我覺得20元是一個關口 就是拿起一張20元字 就搭一程的士 如果短途來說 20元就幫你去到街尾 其實我想說是由 相當由我中學年代抱歉 我覺得呢 拿一張20元就搭到的士 我也是一個接受範圍以來的士 就是不是說長途那些貴 而是總之我搭一個 兩公里以內短短的一程 就是有時候為什麼會搭一些短短的 就是譬如 有些位置你走 不是很能走到的 譬如 我之前也試過 譬如我在銅鑼灣去跑馬地 是啊 那裡等叮叮 然後要按四個字 不如在的士一瞬間過去處理 是啊 走了一身汗 天氣多冷 或者是 可能整個土瓜環 那些 那些 就給20元搭去 那 就 以前上學遲起床的代價 只不過是有 或者放了學累 那樣 或者多東西拿 多東西拿 因為你有拿 譬如我們會拿著樂器在身 有P3 你就好啦 你的樂器上很多的士 你上不到嗎 上不到 你便坐Uber 你便這樣 那我就脫離的士 這個行業很久了 那樣 就因為小弟開車 那樣 就在有車之前那一陣子 就搭的士搭得很密 但是就不會很計較 那一陣子 因為阿B剛剛出生 那小孩剛剛出生 你就不能不搭的士 因為又免得他吵 自己又抱得不聰明 那樣 就整天的士出入 那樣都往返100元的士錢 那樣 那時候無法計較 那樣 再早前 我又算不算常搭的士 都不是很常的 或者做大香港早上一定要 以前都一定要 沒有辦法 四五點鐘 只要早上那小時回來 五點鐘就被迫住 除非你迫慢一點 那被迫住有地鐵就會好一點 那時候老闆會很早就回來 那不可以迫慢一點 監管著你 那樣 即是說到老闆 好啦 現在面對那件事是什麼 對我來說 的士貴不貴呢 我先說我個人感官 因為那天是 早一陣子跟阿淡仔聊天才知道 對我來說 的士是貴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開車之後 我是知道有錢的 我是知道我一公里 你開多少錢有錢的 相對來說 就覺得 這樣又有些貴 雖然 攤開沒什麼 因為人家有車的成本 即是我買的車都要成本 我買的車都要幾萬元 再便宜 萬兩兩萬元都有車 但你有排費燃縮 你有驗車拍車 那些 拉回雲 的士司機有它的人工 但我個人觀感是貴的 現在駕駛車是幾次一公里 現在 如果計算 hybrid 隨時 四五毛錢的公里都有 這樣很便宜 是啊 是啊 我家就舊一點 我家 還有 我家舊 如果現在不開冷氣 一萬一公里 或者九毛錢一公里 開冷氣過三公里 即長開冷氣過三公里 如果相對的士 就會覺得很不同 但譬如我跟淡仔談 他是不知道的 你是不會知道有錢的 聽人講國 聽的 聽你說的 變成我自己便會計 我平時便會計 如果我駕車回來 如果我要駕十公里 十多元 我自己會這樣計 但是你搭車就不是這個計的念頭 我都明白 所以我便開始覺得 愈來愈貴 譬如剛剛有人說 其實 當然如果訪問 譬如昨天也會訪問一些市民 即是說 怎樣看家價 市民當然說不好 鬼不知什麼 家人家好不好當然好 當然說貴 但接著就說 不是啊 不過相對於世界各地來講 的士 香港算是便宜的 但不是這樣計 的士貴不貴 不是跟外國的士比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 從來都是不恰當的 你搭不搭的士 當然是跟你同一個路程 可以去到的 其他交通工具比 譬如丁丁 地鐵 你當然會這樣比較 即是等於 如果你在尖沙咀 要去銅鑼灣 你搭的士 還是搭船 還是搭地鐵 當然搭地鐵便宜一點 你不拿外國的士去比 那個時候 假設你在尖沙咀 銅鑼灣要搭80元的士 然後你說很貴 那你不是啊 日本的士更貴 那你就拿日本的士 和尖沙咀銅鑼灣比 當然是和其他交通工具去比 相對都是有點貴的 我會覺得 那 但是淡仔不是很覺得 不是啊 我也覺得的 你搭開的士 我都不幸地 我不想搭開的士 我平時不搭的士 你都不是常搭 我也知道你不是常搭 因為那次聊開 因為你表演 那次聊開 你要拿大琴過去 那的士就上不了車 那叫車輛 那叫車輛 其實有時候叫車輛是比較便宜的 那叫車輛是比較便宜的 但叫車輛有個前提 你真的有件貨 我們以一個合法的途徑 這樣說 那你不可以單拖 沒事做就叫車輛 你沒事就叫我 就行 表面上我告訴你 我不會賽客取囚的 我不會收你錢的 表面上 好了 但是現在客觀的環境是怎樣呢 其實有兩個客觀的環境出現了 第一就是 是人都知道的 不是 兩樣都是人都知道的 第一就是 的士加價呢 其實受惠 就不是司機的 現在司機賺的錢 是越來越少的 是痛苦的去到 以前你會聽很多 或者你在教育電視會看很多 一個的士司機是養一家四口的 30年前 是啊 是啊 我還很小 你還未出生的時候 以前的環境 坐巴士也是 你就拿著麥提沙的鐵罐 然後 就出去 駕的士 有間高單位 就養一家四口 兩個子女還可以讀大學 又或者買了樓 然後駕駛的士 拿來找多一點工 是 很多都找多些 替更 找多一點都會有 這樣 以前有這樣的環境 我以前都有 認識一些人 就是我媽媽的朋友 他都會有 以前是怎樣的 小袋 以前就是 我家裡有理沒理 都考車牌的 就是我的舅父 叔父那些都考車牌 就是快點就考的士牌 必要時 沒有東西做 都可以駕駛的士 就叫做收入 所以我大學畢業 我家裡的人 就資助我去考車牌 就是 看你的樣子 都沒有東西做的 必要 以前就是這樣 有一技之長 所以所謂的一技之長 現在 以前說的 那個收入不益 以前那個收入 現在就說 譬如你去問一些的士司機 他可能就是 每個月 都是只有五過一萬元的盈利 就是 除開車租 一些 credit card 那些東西 那為什麼呢 現在又說加價 那加價是否幫到前線的司機 當然不是 從來都知道不是 從來都只是益了 租的士 租的士 租的士的 不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這個世界是滴流效應的 如果我加了你的士的車資的話 那的士司機會賺多 假設他好像這樣說 賺多60元 但是加車租只是加多20元 那他也會賺多40元 那真的 沒那麼仆街的 就等於是好人了 現在說到 現在說到 因為那時候太明顯 就是會加 大部分加了的利潤 都會跌到牌主身上 而的士牌牌主 而是在香港 其實是集中很少數人的 壟斷了的士牌的人的手上 那個形成客觀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 的士相對是貴 但是 他賺到的利潤 又跌不到下去 很辛苦 駕駛的士那位大佬那裡 當然 期後引申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他要搶很多客人 然後令到的士司機的態度不好 那些留下Darling講 就不在這裡講了 好了 那 為什麼我會說相對貴呢 這就是第二個衍生的東西 就是近兩年Uber的出現 Uber的出現 Uber比的士便宜 因為我沒有搭過Uber 不是 我有搭過Uber 我搭過兩三次Uber 但是每次都不是我搭 我想說我的app 到現在我都沒有 連結我的信用卡 我也是 我都難做 為什麼我那次會安裝呢 就是第一次 預計政治講Uber 就按一下 我又沒有認真地做下去 通常我老婆叫 或者在這裡的人叫 我搭順風車 但是淡仔經驗就多 因為要車琴 那些東西 車琴就不會Uber 車琴就叫Van 但是有時候 如果我趕去某些地方 即是可以有時間 給我預早按一個app 我都會叫Uber Uber是會 有時候是會比的士便宜少少的 就算是貴的時候 其實也不會貴很多 我聽到很多人都說是比的士便宜的 即是除非你是選一些peak hour 那它乘一 它乘二乘四 那你當然是貴的士 那如果一般 乘到四的可以是不是 好像是 我不知道有人告訴我 最高乘多少 那這個你要問一下 你做過Uber的才行 那我沒做過 那沒什麼留意 即是去到很晚 總之很簡單 你那個地點附近小車 那它就乘貴一點 即是這個是自動的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它沒有特別加乘的話 如果是正常價格的話 是任何時候都比的士便宜 即是我試過 譬如我由這個 那它最短途是收多少錢的 最短途我記憶中 我看回一張單是二十多元起 二十多元啊 是啊 哦 OK 那這樣 即是 譬如說 我從九龍灣回到我家 大角咀 我早上過來 乘一程的士 可能六十五到七十 我上次 下午十二點 我乘到Uber回去 這樣 那都是收好六十塊 還是六十幾塊 那為什麼你早上不叫Uber 呢 早上會貴的嘛 因為沒有車 十五點多會貴的嘛 但是下午十二點 就有一個正常價格 那就不貴了 還有有時候 我在外面教琴 我也是大角咀來回全灣 都是六十多元 其實是比的士便宜少少的 那麼 在這個情況之下 除非你說八折的 否則的話 其實叫Uber 是比一般的士便宜 現在沒有八折的啦 現在都八五折的啦 那是因為他沒有肉食而已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馬鈴鐺 就是馬鈴鐺 扣得很純的 即是的士 你想一下 的士比Uber 而他扣的馬鈴鐺 扣得那麼盡 即是連的士 想做八折都做不到的 那你就知道車租 都扣得他幾萬 了 車廂有人說 駕駛的士很好賺的 他這樣說 那我明正然說 的士不應該加價啦 那我現在 我剛才也有點尷尬 就是不好意思 你說的 大家CAP他 找他Facebook出來 他說的 那我現在就直接 扣得士貴啦 我永遠都順聽眾的 那 夾了兩件事 第一 車租很貴 第二 Uber很便宜 你想一下當中的距離有多遠 還有坐Uber很爽的 很多時候 我都是選便宜的那種Uber 不會選貴的那種 那他都是有些Tesla出來給我 Tesla沒有東西 平均我坐五輛 有兩輛都是Tesla 算了 我當你坐什麼車的享受 放在一邊先 即是不討論 的士都有皇冠坐下 理論上都是好東西 不過香港都沒有好 再高質一點的的士 其實都會有啦 那現在夾著兩件事就是 喂 那個的士 那個車租很貴 的士司機那個 營生的空間很窄 但是他收緊貴的價錢 他收緊貴一點的價錢 但是你營生空間 仍然是很窄 而Uber的出現呢 就是他收得你相對便宜一點 但是他又 不要說服務是不是優質一點 但是你起碼沒有見到Uber司機 其實是有的 其實我有進去Uber司機 Group 裡面都有說 可能會有些 有些比較吃力 但是我覺得肯定好過的士 要不然你開的士 就是這麼說 不 即是他的營運空間好些 而那個空間 是來自哪裡呢 其實就是的士牌的錢 好了 那麼的士牌不是罪惡呢 的士牌又不是罪惡來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政府 要去監管公共交通工具的供應 那當然是要去監管 你不可以是人都可以駕駛的士 即是如果是人都可以駕駛的士 不管那個法牌的話 因為那個法牌其實是負責管理 香港有多少的士在這裡流通 即是包括其他交通工具也是 小巴巴士 他都在監管在馬路上 行走的公共交通工具有多少 包括的士 牌照是用來這樣管 但是牌照在香港來講 那個扭曲 變成了 變成一個有價有市的炒賣活動 那個越炒越貴 直接影響到車租 直接影響到駕駛的士 營運的士大哥 那個人的成本 喂 那個的士司機本身要付出很多成本 他要醫治療 又要買那些粒粒的 那些釘 掛在那個背部那裡 然後又要買一個膠 在那裏散子 那些很貴的 說笑這樣說 七個充電器 還有很多APP 那些 他用很多方法去營運自己 但都營運得不好 但是那個扭曲的地方就是 他的牌照 本身是用來監管的士 有多少供應 但是現在扭曲了一件事 扭曲了兩個效果出來 第一 扭曲了 那個牌照 變成 壟斷了在少數人的手上 尤其是那個口很大 那個譚慧 那個 扭曲了在那個 那個牌照很貴 令到車租很高 第一個扭曲 第二 就是 你有一個牌照 所謂監管工工工具 但是你缺失了的地方 就是現在有Uber 其實你最後那個監管 有一個失效缺失位 雖然Uber 是不是合法 就是他有一個灰色地帶 一個承擬的地方 我只是講了客觀的生態 就是說我可以不選擇的士 而去選Uber 就是以一個叫做 點對點 一個可以隨我選擇的 一個交通工具的模式來講 我有Uber的出現 他的確影響到生態 那樣東西就是 他又便宜一點 也不講態度 他又是都叫做可以隨傳隨到 的一個服務的話 那那樣的客觀上 對於的士來講 那個營運空間的事情很辛苦 其實萬惡就在的士牌那裡 那怎樣去處理 那鬼是嗎 那你們去死吧 又不是我選到 我選到我告訴你 那那個客觀形成了很大的問題 唯一可以 其實和Uber可以有競爭的地方 就是 你 不是 現在先看一件事 就是 的士現在只剩下一個空間 就是我下街舉手 截車就要走 我不是臨時臨急 就是 我不是要預約定 立即 其實現在你找的 要說是五分鐘都有 但如果我急到 我就要衝下街舉手 就開走了 或者現在還是很多人會對 信用卡或者網上order 還是有憂慮 或者有些人是絕對不犯法的 這樣 雖然那個人不知道是不是犯法 如果你作為乘客的話 我不知道 那你的士仍然有營運空間 另一件事就是 當有Uber出現 例如世界各地都有些訴訟的爭議 好像是台灣禁了 今早聽你說的 阿根廷 阿根廷也是 你說的台灣禁了 阿根廷 不是 阿根廷是全面 法庭出了禁制令 說不准 阿根廷禁了 這樣 那你們就不要哭 那你們 另外就是 剛才說 因為一有Uber出現 那的士大家就說 不如出優質的士 這樣 這樣 是不是這樣 優質的士那個 是呀 現在政府推出優質的士 這樣 現在估計 大概是三月的時候會出 這樣 那他就會有一個 刑辦商 就用僱傭合約的形式 請司機 這樣 會有三個專型權 那每個呢 那就會經營 大概一百五十部的優質的士 就是 大概會有四百五十部的優質的士 但他有沒有說到有幾優質 先 什麼優質 不是 就是你說 我現在有優質的士的服務 那我第一件事想問 怎樣叫優質 就是Tesla的 就是好像Q-麥一樣 貼了Q-麥在車上 不是 那你說有幾Q的 就是 那個是Tesla 噴了紅色的士兩個字 那會好看 現在玩科手 可以自己拉花 還有如果你說我推出優質的士服務 你不就是直接說現在的士陰質 你只是說現在的士虛 直接說 那你自己說 但那個東西不是這個問題 我只是說 其實如果最簡單的 就是便宜貴的問題 或者我是不是 其實你追求服務 你只想擁有服務而已 但是現在我得不到服務 譬如有交更 有拒載 又說不過海 什麼都有 有沒有說幾優質 沒有 有的 首先貴一點當然 那就是優質 是啊 優質便貴一點 還有就說 駕駛會年輕一點 駕駛的車齡 上限四至六千 車廂就 我不會介意駕駛幾多年的 會這麼多 駕駛就會有Wi-Fi 還有充電的位 那我想應該是 有些USB位 其實現在我看到有的士也有 好啊 車也有啦 扛我 那麼好 但是車款就沒有特別規定的 然後就說 司機一定是由那個刑辦商直接請 還有說會有培訓課程 包括代客和駕駛態度訓練 嗯 這樣 川普說的朋友就說 的士佬 我叫的士大哥 的士佬收入很高 基本月入兩至三萬樓 就有人反駁 我聽回來沒有 不是啊 還有 自己車的那些買 自己車 你不算租金賣 偶的車租還沒有 自己車 偶的車租還沒有 那 自己車到現在都是很低的 就是你拿著這輛車 就是你拿著自己的那份租金而已 那你當年買了的士牌 自己買了牌 當年可以很便宜買了 當年是很便宜的 或者 那一陣子就細雜了 如果是這樣 那件事是值值的 現在很多 這些 總之一些 另類的交通的模式 例如 你的 Van ietet 真有這樣的 他們不是載客 他們是載貨 表面上 野館 一個好 測試他們 among those 是的 不能 Denise 街坊上公屋的嘛 那你就叫Van去搬 哇 那個司機第一就不幫你搬 那不幫你搬是當然的 因為另外是收錢的 第一句就是不要刮花我的車 不要亂撼 不是這樣搬 因為他的車是改了 裡面的燈和LED 有很多奇怪的LED燈 是啊 是的 然後 很煩 所以我叫Van的話 我寧願叫貴一點 我都叫自己熟的Van算 是啊 其實我以前都會的 如果你有自己說Van 說另一件事 譬如幫街坊搬屋那些 如果那個好態度 通常你會叫一個台 解釋叫Van 你叫台 台就找司機 如果司機好 我會拿他面子的卡片 我以後就直接叫他 就是很混蛋 那不就好些 他可以多賺一針 不知道啦 下際出聲啦 沒有兩皮 課金給下際 課到他有足夠做司機 有些親身的經歷告訴我們 迫他做的士司機 我本來都想有的士牌的 不過現在都不知道 現在600多萬了 600多萬 660萬 不用700 之前好像700 660萬 我想說 那一陣子 其實那一陣子 香港特別令到那件事 類似的士 不要跟世界其他地方比 不是這樣比 因為香港特別扭曲的 那件事 當然各地各地不同 有些地方 他普遍的士都是僱員 他瘦身 那是另一件事 好了 大家爭論 究竟有沒有兩皮 我現在月入 就沒有兩皮 總之我現在說 因為我有親戚 是有自己 綠的牌的 他應該月入到兩萬多 自己綠的牌 那他夜間就租給人 再收多一陣子 是的 他日間就自己開 半間是300-400 半間意思是幾 夜間 即是12 12個小時 他交間是6點後交間 幾個小時啊 12個小時 12個小時 12個小時啊 半間400左右 12個小時 400元 打不打氣 自己打 自己打氣 收你400元 又 也不是很貴的 如果要7個就好貴 6滴而已 我知道 那6滴又便宜幾元 下製說最高700 斜租 是的 那些全家那些 700 接著開始說 有班朋友開的士 入4-5萬 那你用加加 不准加 你個廢 剛剛才說 你們辛苦 現在不准加全部 全部不給加加 我說事 我算得手 好啦 不過 因為如果是 我有這樣問 我有這樣問另一個問題 我問的 我問的 如果 如果好像你們 check room這樣說 剛才那位 月入有2-3萬 現在開始炒高那家 有班朋友 打的士 月入4-5萬 開始content 這件事 這件事 開始content farm 報主流媒體 沒有告訴你的 原來的士司機 月入有 點點點 之後就引你進去 按 如要閱讀 請繼續按下去 一按下去 接著就看到 究竟這位司機 月入有多少 如果 我問而已 我純粹一個邏輯常識 如果月入可以這麼高 如果面對Huber的競爭 那Huber 是否一個大的競爭 那我就誠意 如果月入有4-5萬的話 那我還在這裡 和你大香港早晨 我現在不會考牌 湘潔又去考 你過去考吧 好了 這個只是猜 假設真的有的話 那Huber 不成為競爭者 如果是這樣 他不會成為一個 令你盈利很大受損 假設是這樣 假設你說 不是的 都會成為競爭者 那沒理由 現在沒有8折的 沒理由 現在只有8-5折的 我問而已 我純粹問而已 我不知道 因為我開車 我自我Huber的 我自己做司機的 我老婆一上職 帶上女兒 我自己按錶的 我自己按錶 然後我自己在罵 那些客人是 我自己按電話 看沒有客人 我自己 我自我 所以我不知道 我沒有理由衝突的 我自己拿的 雖然 自己拿 都大開車 就是這樣說 也是那句 前陣子又和人聊 是否擁有一輛車的問題 也是那句 沒有小朋友 是不需要有一輛車的 我也是覺得 雖然 現在都是 大家都開始 開始討論 夜間 13000至14000 有人 有人說 3萬 嘩 你上落也挺大的 這樣 那就 不討論 哈哈 你們自己討論 我不知道 譬如我坐車 我會聽他們說多少 你說他們說得誇張地 貧窮 我覺得不奇怪 我覺得他們說得誇張 但是 是不是去到一個 好穩的地步 我就留有問號 因為如果好穩 香港經濟就好 如果是這樣 那個都很直接影響 如果是好穩 我就不捱辦公室工作 如果大家都可能會這樣想 然後譬如有人說 說新界難叫 難叫Uber的 剛才卓卓這樣說 召我 召我 不收你的錢 表面上說 經常收帳號費 不收 不收 公開說當然說不收 順路就行 我們呼籲共享經濟 有時都想的 有時自己出來 我現在大埔 自己出來 都覺得有少少貴 如果各位朋友 你是神今早5、6點 就要辦公 我便要送他出來 我沒有收錢 叫他們出來吃早餐 這樣就當便宜一點 就是這件事 始終都是想說那個 不要再討論那個價錢 主要討論就是 那個牌價很貴 那個牌價壟斷 在很少數人手上 導致你 就算怎樣加價 那個好處都在牌主手上 而另一方面 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 就是Uber的出現 那裏令到 告訴大家 其實車價可以壓到 一個什麼位置 亦都給你不錯的服務 那 那個成為了現在 在梁甲峰中間 所謂你自己一個 點對點的 公共交通的現象 就是這樣 我要討論那個現象就是這樣 那 大家努力繼續在這裏說 究竟我的的士司機 月入多少錢 我也很想知道 如果最後的結論是告訴我 是超過兩萬元收入的 成交 你就去做了 大家打香港早晨 再見不到我 不用的 用車營做 不是 不是 其實我是可以駕駛的 就是我駕駛夜間 駕完夜間 就做大香港早晨 但是對於我來說辛苦 因為駕駛的士一定討論政治 那你夫人不用做 那我就討論十四個小時政治 不行 太辛苦了 你夫人就不用做 夫人另外安排時間做 Toby坐隔壁 在車上做直播 不是 整個細粗龍齊順這樣 唱著無條件去聽 比那天頒獎禮那次還好聽 好 就到這裡 我們休車一會